大家好,我是唐浩 今天都好吗? 今天可以看到我们节目非常不一样 我们来到了纽约出外景 因为自从我们第一部视频推出到现在 刚好过去了一个月 我们目前的订户人数 超过了刚好突破六千人 在此代表我们团队向各位表达感谢 感谢各位的订阅还有支持 我们一直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希望好好的 有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的节目 跟我们的团队以及目标 还有同时回答一些朋友好奇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制作了会客室的栏目 往后可能预计一个月 至少会做一次这样的会客室栏目 来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们的幕后花絮 或一些心得 以及回答朋友们的提问 我们在这里 其实不管每位观众 有没有订阅我们节目 都是我们很珍惜的朋友 当然我们也希望你能够订阅 订阅之后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我们新的影片出来 才能够收到我们的通知 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很好奇 我到底是谁 我是一个知名的大学的新闻研究所硕士 至于是哪个大学呢 请容我先卖个关子 我先不讲 免得中共去骚扰我的母校 或者是加强统战 那我就先不讲 不提 那我之前过去的时候呢 早期是先从事学术研究 在新闻传播领域 从事学术研究 那也出了两本相关的学术书籍 然后后来呢 本来想当记者 可是 本来想当学者 但是学者没当成 反而当记者 就进到了新闻业界去了 那我在亚洲的媒体 还有后来再到北美的媒体工作过 那担任过的职务呢 包括了财经杂志的研究员 资深记者 后来再做电视新闻的主编制作人 后来又到了报社当主笔 那现在呢 就主持这个世界十字路口的节目 然后也是这个节目的评论员 那我自己呢 因为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比较特殊一些 就是跨国嘛 跨国、跨文化 那也跨了两岸三地 都有去过 所以呢 就是 结合我自己的人生经验 跟我工作经验呢 我发现 有些事情 看的角度 其实 很多媒体并没有提到 很多媒体并没有把我看到的角度 跟大家说 那同时呢 因为 有些事情 你从一个一扇窗看 跟从多扇窗一起看 看到的样貌是不同的 所以呢 我们决定就是 开始从这个 决定制作这个视频频道 来跟大家分享 从我的角度 从我自己的经验呢 看到的世界 以及我看到的一些 世界重要事件 它背后 可能有哪些特殊的意义 或是什么样特殊的脉络 跟未来的趋势发展 所以这就是我们 制作这个节目的初衷 那我记得我在跑 以前跑新闻的时候 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 有趣闻 是个趣闻了 那个时候呢 我跟着国内的一群富豪去出访 那群富豪 每一个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企业的老板 是各省大企业老板 讲出来大家都一定知道 所以不能提他的名字 好 那那个时候跟他们出去到海外 然后呢我就发现一个事情 就是说 因为我那个时候 他们可能误以为我是某个富豪的孩子 所以呢 跟我就也是这样的点头打招呼 什么的 然后我就听到他们在言谈当中 都在骂共产党 都在骂共产党 然后骂贪官 比方说有人说中秋节快到了 然后那个时期贪官 就是说要我给他送礼 跟我说要送月饼 其实我知道他是要钱 就这样子一直骂 就听到这些很有名的富豪 都在骂共产党官员 那那个时候就觉得 哎呦 这挺有意思啊 这挺有意思啊 这些官员 这些富豪平常在官员面前 都是毕恭毕敬 或者是说保持一个样貌 对党啊 对国啊 都这样子保持一个样子 但私底下 确实骂起来就是不停的 嘴不会停的 然后同时我就觉得很好奇 然后再另一件很好奇的是 刚好跟他们吃饭的时候 就看到大家一桌一桌围着吃 因为富豪有几十个人 那我们分场好几桌一起吃 然后就发现到 每一桌富豪中间都会有一个女生 年轻的小女生短头发 可是你会发现一看就知道 这女生跟他们不认识 因为那女生看起来没什么表情 然后富豪们也不跟他讲话 然后在餐桌上呢 富豪们都不吱声 不太讲话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那就是中共派出来监控他们的人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说 不是只有平民百姓被监控 连这些社会上层的权贵们 权贵富豪们也都是被中共监控的 所以这个社会等于是活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底下 那很多真相当然你就看不到 很多真相就不会被披露出来 所以在国内的传媒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自由空间可言 也很难报道出所谓的真相 那到了海外呢 其实可能真相啊 那自由言论空间就比较大 所以我们希望说通过这个节目呢 也把我们看到的事件的真相 通过我们的诠释 通过我们的分析 然后带给大家一个新的观点 然后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事件 不见得我们说的就是准确的 不见得我们说的就是绝对的真理 但是呢至少提供大家一个新的角度 至少跟党媒不一样 或者说跟台湾的媒体不一样 或者说跟香港媒体不一样 让大家一起来多一个角度 可以多看一点事件 你看事件的角度越多 你越能够有理性的资讯去判断 事件的真实是什么 就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 然后接下来我们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在留言板上好像看到很多人好奇的是 我是哪里人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反而是最不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看一个人 应该是看他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说的话在不在理 而不是看他是哪里人来决定他说的 有没有在不在理 不然会容易因人肺炎 对不对 那我知道我在跟大陆的朋友相处 或是跟台湾的朋友相处 甚至是跟香港朋友相处 都发现有一个人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成见的问题 就是说有的时候 比方说有的大陆的朋友 他听到这个人是台湾人 然后就觉得他不懂大陆 就不太相信他说的 那台湾的朋友呢 有时候他听到这个人是大陆人 就觉得他不太懂台湾 也就不太想听他的 会有这种情况 这是刻板印象 也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那当然就很正常 因为人本来就是感性的思维 有时候会主导你的理性思维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 我希望打破这样的思维 我希望大家真的就是 可以我们很理性的 冷静客观的去看事件 去看言论本身到底有没有道理 他讲的东西到不到位 在不在理 如果可以的话 那其实我们就应该去接受一下看看 不是说他是大陆人 他是台湾人 他是香港人 他是美国人 所以我看他的位置 在决定是不是非我族类 其心弊异 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 尤其是我们做新闻业的 跑了世界各地 我们发现呢 其实世界永远是无比的宽阔 永远比我们想象的宽阔 尤其当你在新闻业这一行 你做的越久 你会越发现世界比你想象的宽阔 自己非常渺小 接下来我们先跟大家再谈一下 就是说甚至谈一下为什么 深入谈一下为什么要做这个 世界的十字入口 因为呢 我做了新闻做了很多年 然后我发现 其实新闻是有局限性的 因为新闻侧重的是事实 客观中立 但是呢就变成说 有些东西 其实它发生了 可是因为你没办法取得到 第一手的事实或证据 但是你知道这事情存在 而且逻辑也很清楚 但是就是你不能说 然后有些东西呢是 你不能去接触 你不能去挖出来 所以变成说 新闻它其实有 某种程度的局限性 我们经常在做新闻的时候 会发现我们 比如说我们会收到很多的爆料 或很多的信息 但是呢大概只有五成六成左右 可以做出来 那其他四成左右的东西 其实我们没办法做 或者是不能做 那再加上即便一条新闻 我们去采访了很多东西出来 可是呢最后呈现出来给观众的 可能也只有六成七成左右 有些东西因为篇幅的因素 或者说因为某些因素 它没办法放进去 所以呢新闻其实它有局限性 而且它没办法很完整的呈现脉络 还有呈现事件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说 在这个信息爆量的年代 我们不缺资讯 我们缺的是能够提供你诠释的角度 提供你观点 然后帮你把种种线索串联起来 告诉你意义跟脉络的这样的解读 所以呢我们决定就是来做这样的频道 来通过这个大家现在很流行的自媒体 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我们对事件的解读 还有我们看到的世界观 那再加上特别是因为我们团队 对啊不只是我我们团队里头很多人 都是有这种跨东西方跨中外的文化生活背景 所以呢我们在看事情的角度 我们在分析议题的视角呢 就会跟人家可能不太一样 特别是跟中国的媒体 大陆的媒体 台湾的媒体 港台香港的媒体呢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决定把这样的信息呢 把这样的内容呢通过自媒体来呈现出来 那特别是因为之前我在做商业媒体的时候 发现商业媒体 现在商业媒体啊 不管是中国大陆就不用说 中国大陆的媒体有中共的控制 那没办法 可是海外的商业媒体呢 它的局限越来越大 主要有两个局限 一个局限就是商业环境的局限 因为媒体为了赚钱 所以很多事情它如果不赚钱的它不做 然后还有呢 再来就是可能会得罪广告主的东西它不做 那就变成说 其实表面上看似自由的言论空间 可是实际上是 你被这商业环境给控制限缩了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跑了之后啊 发现不能报 公司不能让报 或者是这东西就是不能做 那就很多东西好 很多事情呢就不能讲了 比方说一件事情牵扯到某个政治人物 这政治人物呢 他跟我们老板关系很好 或者说他跟某个广告主的关系很好 那我们就不能得罪他 所以很多事情就变成不能讲 这是商业局限 再来第二种局限是 来自于可能大家想象不到 是中共的局限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中共不是控制国内媒体 怎么会局限到海外 没错 现在中共对媒体的干预 特别是他的大外宣计划推出之后 2009年推出之后呢 在全世界渗透了越来越多的媒体 不只是台湾、香港 就包括美国 也很多媒体呢也是被中共一步一步的 在蚕食、惊吞、在渗透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在媒体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 就是中共的这个言论审查 通过我们媒体老板 渐渐的一层一层 渗透到我们基层的记者来 所以变成我们很多言论 在报导取材上 没办法做一些对中共不利的 或者是说 关于中国危机的东西 因为很多中国危机 新闻地媒体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 告诉人民危机在哪里 提醒人民要警觉 可是呢 因为中共的言论控制 它不让我们报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没办法把这些危机、真相 告诉给中国的百姓 那这就是一个新闻人失职的时候 他没办法去警醒这个社会 提醒这个社会人家做什么防范 那这样做新闻下去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我离开了 这个亚洲的商业媒体 来到北美的原因 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自媒体 就是希望把这样的资讯 这样的信息 这样的观点呢 能够更自由的 更直接的跟我们的朋友们 不管是中国大陆的朋友 还有香港的朋友 台湾的朋友 直接的沟通分享 然后再来就是 其实如果各位可能不知道 就是说你们在新闻页 其实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东西 真相是不能说的 因为这些不能说的真相 绝大多数都是跟中共有关 不管是全球性的议题 包括中国两岸三地的议题 还是某些区域性的问题 其实它背后的因素 都跟中共有关 但是在一般的商业媒体 我们不能讲 我们不能讲也不能说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局限性 因为很多媒体害怕得罪中共 所以不能说 即便我们做了之后 上去被主管就给撤掉了 有的媒体是为了想要进入中国市场 它要取悦中共 所以它一味地报共产党想听的话 而不是去报中国人民想听的话 或者说去警告中国人民 你可能会遇到什么危险 不是它是讨好共产党 不是要照顾人民百姓 所以这样的媒体其实 它也是失职了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媒体 它的世界观其实是很狭隘的 它没有一个宏观的全球观来看世界 它经常从它狭隘的地区的本土观点 或者是说从它党派利益的观点 来看世界 来解的 来解读世界 所以就变成说 很多事情 它分析出来的言论 就很片面 很局限 那这样的我觉得 会引导观众 引导读者 做出很多的误判 会造成未来的风险 你看到世界 你没办法解决到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这样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决定就是 通过这样的自媒体方式 来跟大家提供另一套观点 提供我们的解读 那我们不敢说 我们说的东西就是最正确的 或者最全面的 但至少至少提供一个 另一个不同方向 不同角度的观点 提供大家做理性的选择 跟判断 我们相信一件事情 当你手边的资讯越多 你越安全 当你的资讯越少 你越有危险 不幸的话 大家可以比一比 在中国大陆的朋友们 跟在海外自由世界的朋友们 谁可以得到的资讯最多 那谁越能够做出理性的避险选择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 就是跟大家谈一谈我们内容 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取向是什么 因为很多人也问到 我们到底是做什么东西 那其实呢 我们目前就是主要针对影响 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的重要时事 来做分析解读 那目前当然主要涵盖的事件 主要是包括了美中贸易战 然后中国的事件 还有台湾的总统大选 以及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那目前这几个事件呢 刚好是全球最受瞩目的重点话题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过去一个日以来 基本上都在这些问题上打转 那当然如果将来发生其他 同样很重要的这种国际性问题呢 我们也会拿进来谈 跟大家一起分享 希望帮大家尽量掌握重要的国际时事 同时呢提供比较及时的 或者是说比较不一样的观点 方便大家来做选择 请大家注意就是我们不是新闻报导 我们是评论 是我个人的见解跟我的意见 所以我们不是新闻报导 所以它是主观的 它不是客观的 新闻报导才是客观跟事实 但评论就是个人的主观意见跟分析 所以呢 我们不会是什么客观的新闻报导 但是我们提供足够的证据跟逻辑 从尽量客观的角度 客观的证据 然后结合我们的主观的分析 然后提供大家一套诠释的方法 或一个现象一个趋势的分析 让大家来看一看 成为你的知识库里面的一个选项 成为你知识库的选项 然后帮助你来理解事件 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 就是有很多朋友问到了节目名称的问题 那这个名称呢 世界的十字路口 其实不是我起的 但是呢 就是说 这个名称跟纽约 其实是有关系的 因为纽约 尤其时代广场 就被称为世界十字路口 那我们刚好在纽约 所以它有这样地缘上的关系 而再来很重要一点是 我觉得它的内涵也很好 就是说因为放眼当今全世界 很多国家真的就走在那个历史的变化 或市局的变化当中 所以它刚好走在一个选择的十字路口 比方说香港 台湾明年总统大选 对不对 那中国现在因为美中贸易战 然后再加上国内外局势 越来越变化和冲突很多 所以呢 它也走在一个十字路口上 那美国明年也要总统大选 所以换句话说 很多国家都走在十字路口 那全世界也就因此而走在一个十字路口 那你我呢 也就是同样地走在这个十字路口上 所以我们这个名称叫世界十字路口 我想某种程度呢 是蛮恰如其分的 蛮恰如其分的 当然有时候我跟我的同事们开玩笑说 那我就是这个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 那其实这个名称 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理解这个意思 是什么 是什么